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交易生活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菲伯纳契实战用法 首先两句话快速介绍什么是菲伯纳契 它是由数学家菲伯纳契所发现的一组数列 这个数列中前一数字与后一数字的比例 趋近于固定常数0.618 这个0.618也被称为黄金分割点 请务必看到最后 因为等一下在我们的实战图表中 你会发现它是实至名归的黄金分割 真的可以分给你金钱 交易中的菲伯纳契 一般是指使用菲伯纳契回撤这个工具 无论是TradingView还是MT4MT5 现在几乎所有的平台都会内置这个工具 我们要讲解的是在ICT交易体系中 最重要的三种菲伯纳契用法 第一种是折价与溢价区 第二种是OTE 也被称为最佳入场区域 我们今天只讲其中的两种 第三种标准差是高级用法 我们以后再讲 首先是折价区溢价区 我们使用它来平均分割任意一段行情走势中的 摆动低点和摆动高点 当价格处在下半截时 我们认为价格在这一段走势中比较便宜 是折价区 Discount 可以选择买入或做多 如果有之前在上方开的空单 就可以在这个区域去平仓空单 相对的 如果价格运行在上面一半的区域中 我们就认为价格在这一段走势中相对有点贵了 属于溢价区Premium 要在这个区域卖出或开空 这是比特币一小时的图表 如果我们直接观察K线 到底什么时候做多 什么时候做空 会有点难以判断 甚至很多传统分析的流派 会想要在这里追多 在下面追空 当出现左边这个摆动低点和摆动高点时 我们把折价区和溢价区画出来 当价格在下方时 我们可以找机会做多 或者平仓空单 当价格在上方时 我们找机会做空或者平仓多单 至少不会犯追涨杀跌的错误 了解了折价区与溢价区的基础 我们再进一步学习OTE最佳入场点 最佳入场点指的是0.618到0.79这个区域 因为价格在回撤时 如果要延续原本的方向 就通常会在0.618 也就是黄金分割比例附近开始转折 从人体的比例 再到大自然 以及其他建筑和画作 黄金分割无处不在 我们只需要记住 0.618在交易中很重要 可能是重要的转折点 我们再回到刚才 比特币一小时的图表 补充一点背景分析 它是看涨的 我们要找机会做多 这时把OTE画出来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有两次跌到0.618所在的OTE区域时 可以进行做多 或者买入操作 当然 实际交易中 无论是折价 溢价区 还是OTE 都要结合其他的条件进行综合判断 比如 这里先列取了流动性 同时 又打到了OTE位置并收回 所以在这里做多的条件就更充分一些 而不是任何一个摆动高点 摆动低点 拉一下斐波纳契 就直接在OTE挂单 这样会白白损失很多本金 我们做交易 做的是趋势和概率 如果有多个条件满足 概率增加 才值得入场 最后 分享一笔我前天刚做过的加密货币交易 当时也分享到了YouTube的社群页面 刚好可以作为斐波纳契实战运用的讲解 首先进入比特币4小时的图表 我们观察到 比特币刚刚经历了一轮暴跌 这时 做多还是做空呢 运用我们刚刚才学到的知识 溢价区和折价区来判断 注意这里 比特币在这一轮涨上来之前 最后一个摆动低点 应该是这里 因为它列取了一个流动性 随后就开启了暴涨 我们使用斐波纳契工具 摆动低点就选在这里 高点选择摆动的最高点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价格已经跌到了中间的均衡点 偏向折价去了 所以至少不要去追空 第二步 我们使用刚刚学过的OTE来判断 价格是否已经跌到 或者说跌到过OTE最佳入场区域呢 我们把斐波纳契的数值切换到OTE 把它平移过来 放大来看 价格刚好达到了0.618 黄金分割点 也就是说这一轮暴跌 已经跌到过OTE区域并收回了 同时结合我们之前讲过的FVG和流动性 K线的实体部分 尊重了一个看涨的FVG Fair Value Gap 同时 这一根引线 列取了一次流动性 我们放大来看 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这根引线列取了一下流动性 这些条件支持我们得出结论 行情大概率是看涨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去小级别 找机会入场做多 删掉FVG那契 切换到15分钟级别 观察到 价格在这里 已经列取了前一天的摆动低点的流动性 也打破了这个小级别摆动高点的结构 同时出现了一个15分钟级别的看涨的FVG 我们把它标注出来 基于以上三点 列取了前一天的流动性 打破了小级别摆动高点的结构 以及出现了看涨的FVG 以此做出一笔交易的预期 如果价格回撤到这一个看涨的FVG 并尊重它 那么可以在这里做多 拿到流动性位置或者更高的溢价区 这里大级别其实也是一个看涨的OB订单块 能够增加这笔交易的确认概率 我们切换到更小级别进行观察 价格继续走 注意价格来到了这个FVG 并尊重了它 同时我们再一次使用我们今天所讲的OTE 摆动低点 摆动高点 把它平移过来 注意它达到了黄金分割点 并尊重了OTE最佳入场区域 所以我们在这里入场 如果拿到最近的流动性位置 就是一笔非常成功的 盈亏比接近3比1的交易 但这还不够 如果只在这流动性的位置 平仓一部分 其余的仓位想拿到更远的距离 在哪里平仓呢 再次运用我们今天所学的知识 先回到4小时的周期 使用FVG工具 从摆动高点 拉到这一轮下跌的摆动低点 把它移过来 把刚才的订单 剩余的仓位 止盈放在溢价区的OTE位置 就选个0.618黄金分割点来止盈 让价格继续走 最终止盈 并收获了一笔盈亏比高达10比1的交易 也就是说假如你冒100美金的风险 这一笔交易就可以赚1000美金 OK 以上就是菲国纳西工具 溢价区 折价区 还有OTE的用法 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评论区 或者交易生活的网站留言给我 我会定期进行解答 如果本期视频对您的交易有帮助 请按下点赞 您的支持和鼓励 就是我们继续分享交易技术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次见 拜拜